秋海棠 秋海棠 多年生植物 属秋海棠可 木瓜海棠 落叶灌木 属蔷薇可 木的什么 快进来吧 还能让老师去迎接 谁呀 快点快点 过来 哎 苏教授 你是这孩子真是 你来干什么 过来 苏老师 你来来 你把老师弃成什么样了 还不赶快给老师认错 别别别别 你别心疼 这小子太不想话了 老师对不起 那天没跟你把话说清楚 让您误会了 我这既然看您在气头上 也没敢跟你解释 误会 我误会你什么了 其实我跟小季 什么事都没有 那你怎么跟小卫 说你爱上小季了 当时就是话敢话 我跟小季出去办点事 然后小微就认定我爱上了小季 我就顺嘴这么说了 这事情全部经过就是这样 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 这种事能赌气吗 好了那你现在这么说了 误会不是越来越大了吗 对我当时说完 我也觉得特别不对劲 既然已经这样了 过去就算了 这事也不能全怪你 小微脾气也不好 你别老跟他计较 我知道 这就对了嘛 这话说开了 啥就都好了 你们俩聊着 我上行政科领点东西 要不一会儿人家该下班了 好好给老师认错 你好好训练 快去我太不想话了 你这边聊你们聊 好 董事长好 哎 哦 好 哎呀 开发区准备怎么样了 全部都准备好了 可以说是外市具备直欠东风 就等您举行电机仪式了 好啊 那就选一个好日子 咱们开工吧 我听小季说 你觉得你跟小微不合适啊 我是从公老师 对小季的态度想到我妈 我妈虽然没有公老师那么不讲理 可是她长期在农村 不想封建 恐怕她很难接受 小微和松总 而且我妈就我一个儿子 她都说了 我要继了婚她肯定跟我住一起 我就怕到时候 委屈了她们 你的担心也不是没道理 这种事情啊 一切需要想的原因 那总经理得有总经理的气度 你看你现在 放弃自己的意见 来采纳苏小记的设计方案 这就是总经理的气度啊 那有了总经理的气度 才像是个真正的总经理 又是苏小记 我看你整天不想别的 光想她了吧 你看我不是在夸你吗 你这是在夸我吗 你明明就是在挤得我 你实际的意思是在夸她 你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菲菲 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那我就是想夸她 我也犯不着挤得你呀 瞧 露馅了吧 我就知道你什么目的 实话告诉你 这次压根我就不想 用什么设计方案 要不是苏小记 在客户那动了手脚 人家非要这么拍 我才不会让她得逞呢 好了好了菲菲 你不要这么意气用事 我怎么意气用事了 你才意气用事呢 苏小记丢了客户 你处分她了吗 你陪她唱歌请她吃饭 你就不意气用事了 谁告诉你呢 你别管去告诉我 有没有这回事 有又怎么样了 那个父亲 当年救过我的性命 他现在在我的手下工作 犯了点错 我原谅一次不行吗 原来你们俩 早就有一腿了 怪不得你把她当宝贝 非要把她弄进公司来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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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这么无理取闹 我就无理取闹了 怎么着吧 你不就是看我不顺眼吗 行 我走好了 我给苏小记让问 来 再来 哎呦 就我这车 车不好耍耍的 底盘杠杆 空调八零 才跑八千公里 跟新车一样 从里到外 一变水的活 车是不错 能够再便宜点 哎呦 老板娘 五号结账 哎呦 还生气呢 啊 行行 哎 别生气了 看看我给你带回来什么礼物 这可是我专门从欧洲给你买回来的啊 哎呀 你要不喜欢 那我只能送别人了 嗯 文莎 从欧洲买的啊 是啊 哎 我专门从香榭里市的大街 最有名的店买回来的 针票 送给我的 是 我原先是这么想来着 但现在我说不好了 不知道你要不要呀 啊 要不要你都得给我 凭什么呢 啊 你不要我还送给你呀 那谁要我送给谁得了 你以为我得送别人去 你敢 啊 哎 给我 慢点 喜欢吗 我现在就想结婚 别着急 等我忙完这一段了 我们选个好日子 像像样样的举行婚礼 我可不能委屈了我太太 啊 老师 嗯 有件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 什么事 前几天 龚老师去找我 哦 说 刘叔 刘叔 我看见小季了 啊 他在哪儿 嘿 在一家饭馆 赶紧打工啊 不可能吧 你是不是看错了 哎呦 我看得真真儿的 不过我没敢叫他 我怕我一叫他 他他他他他他在跑了他 餐厅在哪儿 你快带我去 走走 哎呀呀老师 您别去了 可能 还是我去不要合适 您说呢 好 你去跟他说 我不会再干涉他跟田野的事情 快回家吧 好好好 快走 快走 哎 你是不是不知道啊 我拼你快去得了 快快快 我回来我跟你说啊 这事别再跟人说去吧 你放心吧 我这人嘴对人 行行行我走了 周哥 你不会又看上小鸡了吧 胡说啥呢 那怕什么呢 我保证在你和田野之间不偏不像 行了吗 你给我打住 打住 这事你要再跟我提 我给你翻脸 走了 哎呦 小鸡呀 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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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别过来 我刚才看见小鸡了 你看见小鸡了 就在幸福大街的东北虎餐馆打工呢 庭爷 小鸡找到了 老虎看见的 哎 在哪 哪 那个幸福大街的东北虎 幸福大街东北虎啊 快去吧啊 你告诉他干嘛 干嘛干嘛去 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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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点什么 请坐 一样会有服务员过来为你服务你 我不是来吃饭的 你不需要你的服务 走吧 跟我回去 你放开我的手 小心把你衣服弄脏 小鸡 有什么话 咱们回去说好吗 你别妨碍我工作 你跟我回去吧 这不是你敢干的工作 小鸡 你放开我 小鸡 站住站住站住 你看清楚了 你卫生间 出去出去 出去 出去 快出去 快出去 小鸡 小鸡 康姐 帮我把那人赶走 就刚才那个人 对 小鸡 您吃饭吗 您要不吃饭 外面看见 外面新鸡事也多 也好看 你看我们这儿 来回来去的 倒把你给碰了 您说是怨我们呢 还是怨你自个儿呢 不吃饭 我在这儿有事 这位先生 您要还到外面去吧 好吗 您请 我说了我在这儿有事 您到底吃不吃饭 好 我在这儿吃饭 您吃饭总得坐下吧 您总不能站着吃吧 您这边请 我伺候您 您来点什么 凉面一碗 还有什么 不要 对了 我需要塑造经理服务 对不起先生 如果你对我的服务有什么意见 你可以提出来 我们这里不可以点而已 走了吗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不干什么 我让你跟我一起回去 我回不回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 你知道不知道 这两天我找不着你 我有多着急啊 你现在才着急啊 晚了 你总得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吧 怎么回事啊 有你什么事啊 老板娘 这个人搞缠着我 帮我把他撵走 帮我把他撵走 小剑 你干嘛 那是我女朋友 干嘛呀 你给我回去 你真的是我女朋友 来 要进去 来 要进去 天爷 天爷 你怎么了 你怎么来了 天爷 我看你这么硬来也不是个办法 要不 你先回去 我劝劝他 我今儿还不走了 他也不跟我回去 我就不走了 那 那我先走 你自己当心点 什么 苏小剑被开除了 他办什么错了 听说 好像是为了上次丢失客户的事 什么好像听说 我不告诉你了 那是不追究了 本来呀 这件事情早就过去了 可是菲菲小姐 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 非常生气 她说 一定要严格按照公司的章程处理 她还说 她说她说 你是负责日常事务的副总经理 人事闺女主管 你就没点自己主见 可她是总经理呀 我有想法 也不能不听她的呀 你把她给我叫 她还没有来 要不我打她的手机 到了 到了 别打了 张总 你给我洗澡一份文件 你还别说啊 小姐这男朋友挺酷的 你真少气啊 哎 天哪 要是我男朋友 站在外面再度好 休息一下吧 说实在的 小伙子不错 别错过了 哦 亲爱的 当我长过了 当你听到了这一首歌 你可曾听到我的鼓声 这种抉择 是非走不可 所有的花都开了 流泪了 哦 亲爱的 哦 亲爱的 当你听到了这一首歌 我想我已在离别的车 值不值得 另一种火车 可我的心都碎了 你说吗 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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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忘记了 给你把我丢了 亲爱的 亲爱的 我开始忘记了 可你把我丢了 亲爱的 亲爱的 可你把我丢了 可是我们两个 哪里是怎么了 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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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忘记了 可你把我丢了 亲爱的 亲爱的 静悟的 可是我们两个 到底是什么 的 那没多下雨了 还没得着要睡觉 还办公 公司没完完呀 来 我给你整理文件 是什么呀 你这么紧张 没什么 预算 工程的预算呢 保密的 你知道我对预算不感兴趣 你从来都不背着我 既然不感兴趣 还看着干嘛呢 睡觉 那不行 我一定要看 万一 要是谁跟你写的情书 可怎么办 你瞧 又胡思乱想了吧 那要是情书 我能带回家里边来吗 哎呀 你就给我看看吧 我不看内容 就看标题 好不好嘛 你给我看看 这可是你要看的啊 本来我可不愿意破坏你今天的好心情 来 你 这好像我总经理职务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不为什么 咱们不是要结婚了吗 我希望你能够专职做我的太太 你算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 今天老张给我打电话说要找你汇报工作 你肯定是知道我开除了苏小细 所以才开除我对不对 也不光是为这个 我是觉得你做这总经理啊 确实不太合适 我怎么不太合适了啊 苏小细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我开除那怎么了 哎呀 有多大损失啊 不就是一千多块钱的招待费吗 那他丢了上百万的生意 你怎么就不说了 那是客户的一个合作意向 这生意做成做不成 钱能不能赚到还两可呢 那你就把几百万的事情 都靠苏小细的一个人投上 我就知道你会千方百计的替他辩解 对 他现在在你眼里是一朵花啊 你怎么看怎么都顺眼 你看看我 是不是这么着都不顺眼了 行了 行了 我要是看你不顺眼 还会想着要跟你结婚 谁知道了 你们男人不都是吃着锅里 看着玩里的吗 行了 又在那儿胡闹呢 行 我不做总经理 行 但是你必须开除苏小细 这两回事嘛 那苏小细是做事业的人 像这样的人才 你别跟我绕圈子 你现在就是拿结婚来哄我 漫年想要抱着苏小细 陪爱你 告诉我 别人受得了 我受不了 所以你怎么想 这事就这么定了 以后不许你再参与公司的事情 陪爱你 我算你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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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管我 反正你也看不上我 我不会永远笑你的 好 菲菲 从今天起 我没有任何关系啊 傅晓晓 我赶紧没完 赶紧没完 赶紧没完 我赶紧没完 妈 回到这我就改姓了 改姓 改什么姓啊 我呀 改姓服了 姓服 对对对 你是挺幸福的 你都不知道 我住的那个小平房啊 大概还不到四个平米呢 还是上下铺 一进那个门 简直就是 一股恶臭 门口都是什么烂鱼烂菜 都是那个小饭馆 剩的我估计 然后我就想 那些外来的打工妹 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 还能工作 我觉得真是太佩服他们了 不过幸好呀 本小姐可以坚持到现在 一切都可以挺过去 我觉得挺牛的 你说呢 你也是的 打了这么多次电话 都不说 要不是田野和我说 我现在还在外地呢 我不是怕影响你工作吗 影响就影响吧 谁让咱们是好朋友呢 谁呀 小鱼 我是田野 开门啊 田野 好的 好吧 继续继续 你电话怎么还不开机啊 我忘了 我去开 什么忘了 你差点把大事给耽误了 你们张总把电话都打到我那去啊 他给你打电话干嘛 让你立刻回到公司去 官复原职 凭什么呀 他让我走我就走 他让我回我就回去 他把我当成小狗了是吧 不干 我没有那么好欺负 行了 行了 你也别白谱了 你张总跟我说 公司开除你的事 裴安荣根本就不知道 昨天 他听完张总的汇报以后 就立刻指示 要把你给请回去 他还把飞飞的总经理也撤了 真假的 那现在谁当总经理啊 张总啊 人家现在可是郑总经理了啊 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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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